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来你面前求你的圣灵 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心里的重担 放下我们自己的忧虑 焦虑 来敬拜你 来求你自己建立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所以我们能听见你 要我们所听的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的 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 这个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转折 马太福音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耶稣不断地在跟他们传福音 第二部分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他开始只跟他的门徒讲福音 讲很多的事情 这个比喻我们刚才也读过了 有四种土 有路边的土 种子撒进去就被鸟吃掉了 有这个浅土 种子很快发芽 然后太阳一晒就走了 就干掉了 又掉在荆棘里的 长不出果子来 虽然发苗了 但长不出果子来 又有好土 最后长出来了 然后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然后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他就中场休息上会 他没有讲解释 你如果看到刚才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 他没有解释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想象我今天就讲这个故事 然后就我们结束祷告 不解释 然后门徒当然很诧异地跑来问他 老师这个你刚才在讲什么 所以这是今天所谈的这个故事 这个比喻呢 其实马太在写的这个转折呢 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主 为什么人再见到上帝以后 却不信他 很多人说你把上帝拿出来给我看 我就信 以色列人亲眼看了上帝 看了三年半 还是不信 为什么会这样 那耶稣的回答就用比喻来讲给我们听 所以我们对这个故事呢 比喻做几点的观察 我特别还是要强调 这个故事是 我越思想 我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越思想 我就越发现 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故事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解释 我只能做一些观察 我还是强调 这是一幅完美的画 我作为解说家呢 其实是越少越好 让你们自己去看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挡路 不要挡住你的视线 让你能够看到这幅画而已 这幅画值得我们思考再思考 回去你可以读了再读 教会两千年呢 不知道有几万本书 解经书在解释这个比喻 这比喻是有名的难解 所以我尽量做一些描述 观察 帮助你们看到一些 也许在那里的东西 让你们没有看到 我不太确定我能解释什么 但我尝试做一些描述观察 首先 耶稣在第一个 祂在说故事 这整个比喻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描述 故事里面并没有什么 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帮我看到下几页的这个slide Description跟Prescription的差别 Description跟Prescription的差别 这个整个故事是Description 不是Prescription Prescribing something 是一个医生对病人做的事情 对吧 我给你开一些药 你回去照这个吃 然后一个星期后 把这药吃完 你就会好转 这是Prescription 你要做的事情 Description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你就听而已 在这个过去里头 我看了也许多的解释 很多人在听完了这个故事后 就在找这个Moral of the story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Moral of the story 我们要做什么 What should we do Moral是道德的意思 这个故事的道德教训是什么 The moral of the story What should I do then 有几个常听到的 这个Moral of the story 其实都不对 我跟你讲 常听到的是 比如说你听完这个故事说 你要去多结果子 有没有 你就达到一个结论 好了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弟兄姐妹们 你要去多结果子 有没有听过这个解释 也许这是你自己的解释 对吧 还有别的解释说 要去多撒种 多传福音 有没有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对啊 你们要多撒种 多传福音去 好像是Moral of the story 你要去拔荆棘 不要爱世界 对啊 有没有听过这种解释 对吧 你心里面充满了荆棘 爱世界 你把它拔掉 你要去除石头 把土挖深一点 向下扎根 不要做浅土 有没有听过这种解释 这好像都是Moral of the story 但其实这几个事情 本身并没有错 但并不是耶稣要讲的 耶稣并没有要讲这个 我还听过最离谱的 就是灵恩派的一个解释 就是每次聚会前要去赶鬼 要做法 因为会有鸟来吃 所以他要去赶鸟 在每次聚会前 他要在门框上抹油 免得鬼会来骚扰 听到的人就听不懂了 对吧 所以要去赶鬼 这个故事我跟你讲 只有两句命令 其实是一个命令 说两次 这整个故事 他的希腊文的imperative 起始句 命令语句 只有两个字在这里 在下一个slide 第九节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是第一个命令语句 第十八节 所以你们当听 这沙东的比喻 两次的命令 都是同一个命令 Listen 他不是要我们去 Therefore do something 而是Listen 这个故事需要你仔细去听 因为在一个故事面前 我们真正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听 认真听这个故事 然后听明白它 二三节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 明白了 Proper understanding 听清楚了 明白了 这个是这个故事 也许真正唯一 要我们做的 是Listen 其他什么都没有要求 你什么也不能做 听这个故事 听这个天国的描述 我们在这故事里面 我们是土 对吧 我们是土 请问土能做什么 Nothing 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里面 真正在改变生命的 是那个种子 是那个道 可是土本身 并没有真正 改变什么东西的能力 那个道可以改变生命 土不行 我们只是这种土 OK 讲完了这四个比喻之后 或者这个比喻之后 门徒跑来问他们 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 耶稣讲的答案是 不让他们知道 故意让他们听不懂 这是耶稣讲比喻的原因 故意让他们听不懂 门徒进前来第十节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印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在第十节这边 他就说 门徒进前来跟耶稣谈话 门徒进前来跟他谈话的原因是 这个聚会已经结束了 也许是中场休息时间 也许是午饭时间 或者是散会后 门徒来找耶稣来问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在会中没有解释 他没有给任何的解释 他就讲一个故事 就是散会 他不解释 门徒就来找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刚才到底在讲什么 刚才讲的四个土 有一个啥种的 有一个种子 有四种结果 你就这样结束聚会了 门徒自然而然跑来问耶稣 老师你不解释吗 你这样就散会 问他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Why do you use parables 英文是parables 为什么用比喻 parables在很多文化里面都有 甚至跟riddles 跟谜语都很像 谜语的特点就是 它的题目包含了答案 答案明明很明显 可是在没有人指点的状况下 你就是猜不出来 然后一说出来答案 你就哦 对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叫做谜语 比如就灯谜 或者什么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网上找了几个谜语 就讲一个就好了 这个脱了红袍子 是个白胖子 去了白胖子 是颗黑丸子 猜食物 荔枝 是不是 有人想荔枝 我再给你看一个英文 这是这个 Hobbit 这个 这里都有名的 A box without hinges Key or lid A golden treasure inside is hid What is that? Hobbit 人里面有名的 其实答案就在里头 但你就是不明显给你指点 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 Eggs Eggs Master Eggs 记得那个场景 Eggs 鸡蛋 对吧 所以这就是riddle 这就是谜语的工作 它是明明讲了 但是你又听不懂 答案明明就在里头 可是我还是不止连你 你就猜不出来 我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耶稣讲这个谜语 不给答案 门徒就 你到底在讲什么 好像什么都在里头 但是好像什么都没讲 因为他不给答案 你们去猜吧 就散会 你去参加这种灯迷比赛 他不给答案 气不气 就是这种 今天要发奖品 不给答案 他只灯迷给了一堆题目 就走 No answers 这是parables 这是riddles 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给了灯迷不给答案 散会 人家就来问他 为什么这样 耶稣说 因为我正在完成 以赛亚的预言 还蛮高大上的 他还用了700年前的预言 说今天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完成700年前的预言 所以他13节说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印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由蒙了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这段经文在以赛亚出 很有名的那一章 以赛亚第六章 他在他的人生的 侍奉的开始 见到主耶华 坐在宝座上 然后主耶华 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以赛亚就听到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是三一神的话 Who can go for us 谁替我们去呢 以赛亚书说 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Here I am Send me 这个传福音的使者 他准备好了 他被主洁进 可是这个福音 却不是以赛亚想象的福音 对吧 你去告诉百姓说什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是不是 没有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 心蒙止油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一指 这段经文 在新约 至少被引用了五次 马太福音 这里引用了一次 马可福音 四章十节 也引用了一次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人 和十二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上帝的国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 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路加福音八章九节 又引用了一次 门徒对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上帝的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 又引用了一次 所以他在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榜辈 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应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 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以赛亚因为看见 主的荣耀 指着他说这话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 二十五节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这是保罗在 罗马最后一次 跟犹太人传道 为善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说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 向你们祖宗 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 由蒙的心耳朵发神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罗马书十一章七节 引用的类似经文 但是是从二十九章十节 罗马书十一章说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为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玩梗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 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这些经文多次出现 以赛亚的经文 多次出现 代表耶稣的这个教导 不是临时起义 灵机一动 这个教导是贯穿 整本圣经 就是人不能因着眼见而相信 人的信心 不是从眼见而来的 把上帝变出来给你看 你也不会信 这是圣经的教导 上帝给你看见了 你并不会信 因为圣经里的信心 不是头脑理智上的认同 而是投降跟随主 你不会因为见到了上帝 你就会跟随他 一定有其他的改变 人不信 以赛亚告诉我们 不是因为不见 而是因为罪 人才不能信 他是耳朵蒙住 心蒙的指游 有什么罪呢 耶稣其实在这边讲的 有三种原因人不能信 第一个是心不在焉的罪 听了跟没听一样 见了跟没见到一样 毒了跟没毒一样 被鸟吃了 这是人第一个不信主的原因 对吧 这是第一种罪 是一种carelessness 是一种neggligence 是一种laziness 是一种 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真的就像好像带一个人去听贝多芬 他从来没有听过贝多芬 他从来是听摇滚乐长大的 然后就发现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带他到最美丽的地方 你带他到大峡谷去 他就照当下走 然后我们去堵城 回去堵卧去了 他没有任何心思意念去思想观察 他只不过就是 OK 听说这个教会很好玩 有吃的 有朋友 去交个朋友 就是这样而已 他没有听进去 这是第一个人不信的原因 第二个是贪生怕死 这种怕逼迫 怕死 就是这个前途里的土 他没有真正信 他看起来好像信的 这种人 他看起来好像信主 可能也受洗 可是一被逼迫 他就不来了 一碰到任何的困难 艰难 他就不来了 有人笑他了 同学笑他 同事笑他 家人骂他 笑他 算了 不许 这个逼迫 第三个不信的原因 是吃喝玩乐 最终之乐 这是荆棘 发财 然后发了财又怕失去 是各种的焦虑 对吧 已经发了财 但是还是怕失去贤财 然后焦虑钱财 焦虑利益 没有控信主 没有控聚会 人有各种的这个世界的原因 不聚会了 不信主 孩子比赛不能聚会 孩子学中文也不能聚会 有各种的原因 反正就是不能聚会 他信了吗 信了 他说他信了 他受洗了 可是并没有结出果子来 这三种原因是 这个人不信的真正原因 所以讲完这个之后 耶稣说恐怕免得 这在十三章十五节 用了这个词 恐怕免得 在中间 你可以看到十五节的中间 恐怕眼睛看见 那有的翻译翻成免得 这个词prevention 是一个预防的动作 恐怕的动作 就是恐怕一不小心 就有人信主了 恐怕主不想救的人 突然一下信 所以他讲比喻 免得你听懂 这真的很奇怪 这个经文你真的 永远绕不出去 这句话真的很奇怪 我从十五岁开始 第一次自己读圣经 就觉得 马太福音真奇怪 怎么会有恐怕人信主的呢 我从小到教会长大 就是你要传福音 让人信主啊 怎么耶稣会恐怕人信主呢 教会历史有多少人 尝试解释这段经文 解释来解释去 翻过来覆过去 我就说我先不解释好吗 我就让你们看到有这句话 这幅画里面就画了这个东西 这个故事里面就讲了这句话 而且是四次福音 加上使徒心传 加上罗马书 OK 恐怕人信主 恐怕人听懂 别让他听懂啊 听懂他就信了怎么办 用台语说 那也安理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恐怕 这个免得呢 是这段经文里面 最难解释的一句话 一个字 是这个固形中 核心中的核心 是一个最令人难以下咽的一个词 这个词 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恐怕 真的就是恐怕 还就是in order not to 为了怕防止这个发生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 这个呢就是圣经里的预定论 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 就丢了这个预定论 然后耶稣还说 你若不明白圣经里的这个预定论呢 你就永远解不开这段经文 因为你若解不开这个比喻呢 马可甚至说 你解不开其他的比喻 马可福音4章13节 同样的这个比喻里面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mother of all parables 比喻之母 你若不明白这个比喻 剩下的比喻你都不用听了 马太福音剩下讲的 你其实都听不懂 所以我这个礼拜 挣扎不是这段经文很难 但又是因为这段经文很难 我一直写不出这段讲章来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也没什么好写的 但我又写不出来 因为弟兄姐妹 有的是第一次听马太福音 我就很怕你听到了恐怕 然后就不信了 但是耶稣就恐怕你信 那有的是弟兄姐妹 已经信主很久了 我应该要解释深一点 我应该把预定论 花十几个小时好好解释一次 但我又只有四十五分钟 我就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奖章 我这个礼拜就挣扎来挣扎去 写不出来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I don't want them to know 对吧 这个恐怕里头又包含 不叫他们知道 I don't want them to know 这个Brunner 我一直在用的这本书 我当然也参考其他参考书 但这个作者 圣经学者写说 This is hard But the sentence cannot be explained away And we will accept it as it stands Only if we are prepared to let God be God The God of Jesus and of all the biblical writers Is not a God caught by surprise By the response of people Or a sower whose farming technique is bad The sovereignty paragraph Wants to correct unworthy notions 我大概翻译 这不是每个字都翻译 我大概翻译 他说这句话真的很难 你怎么也解释不掉 这句话带来的困难 我们只有在尊神为神的前提下 才能接受这句话 耶稣的父神 圣经中的这位神 不会被人的信 与不信的决定给吓到 这个比喻中撒种的人 也不是因为技术生疏 才把种子撒歪了 这个权威的段子 要纠正我们心中 对神不敬的想法 对吧 你想一想 这个撒在路边的那个撒种 它是不是技术不好 怎么老撒路边跟荆棘里 撒低一点不就好 撒那么高 风那么大 你乱撒 什么撒种的 This is not a point 我以前在成人主义学 至少花了三个月 十几个小时讲预定论 至少十几个小时 讲完了之后 还是有人跟我说 牧师我不能接受这个 他说神是爱 不是这种威严的神 他是爱的神 他跟我说 牧师你的神和我的神不一样 也许吧 他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要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当然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教会了 他认为我的神 跟他的神不一样 所以他也没办法在这边聚会 他用的这个经文 是不是对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教 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说这个约翰福音的神 我可以接受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神 我不能接受 约翰福音的神很公平 他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你信就得救 不信就灭亡 你自己选 他也爱莫能助 He can't help you 游戏规则定好了 你选不选 那是你的事了 It's up to you tonight It's up to you this morning 你自己选吧 对吧 听起来很公平的游戏规则 神爱世人 我儿子已经死了 剩下就是你们了 I did what I can Now it's up to you 他说这个我可以接受 这个很公平 这种游戏规则 很公平 对吧 这个 信耶稣人人有责 Your duty and right It's up to you 他说这个神我可以接受 但你仔细想 这个神真的爱吗 他是爱莫能助的神 他明明能帮助你信 他又不帮 因为他为了要公平起见 他不能帮 帮了就不公平 对不对 他能不能偷偷帮一些人信 因为他偷偷帮 就成了预定论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偷偷帮某个人信呢 他多感动某些人 那不行 这个神一定要公平 对不对 我儿子就死了 信不信随你 他要是偷偷不帮某些人 那就不公平 这个神一定要很公平 他真的是爱吗 他不过是公平的上帝 他真的是爱吗 这看起来好像是爱的神 他真的是爱吗 翻来覆去有高招 这种各种的解经书 很多人为了绕过预定论 他不断地找各种的书来读 各种的课来上 找跟我观点不同的牧师 不断地来找 不断地来找 他的因为就是不不不 不可能 马太福音一定不是在说这个 什么恐怕 这个恐怕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It can't be this way 上帝总会恐怕人信耶稣 It can't be this way 不断地找解经书 不断地找各种的材料 No it can't be this way 所以还好我翻了四福音 使徒行传罗马书 然后给你整本圣经 其实我整本圣经可以给你看 但你要接受圣经你的神 你需要让神当神 圣经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我也许能帮助你明白 也许 我也许可以花十几个小时 我到今天还在考虑 要不要再花十几个小时讲预定论 要不要 你们觉得要不要 你们想听当然我愿意讲 但如果你们觉得海牧师 我已经听腻了 那就算了 反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怕你误会 我今天稍微解释一点点 我怕你误会 因为圣经的神是霸道 是不公平 是不讲道理的神 他随意挑他爱挑的人 你信你信你信 其他的我都不要 我怕你有这个误会 我大概给你解释 给你两个帮助 给你点水 帮你吞这颗药 这颗药丸有点大不好吞 稍微帮你一点 但我不太确定 我真正能解释清楚 马太福音到这里 第一个我给你的帮助 帮你看这整个前后文上下 这些大文 context is important 解释的时候 马太福音到这里 你看到的是一位 人至义尽的耶稣 他好说歹说 他行神迹 他解释圣经 他有耐心地陪众人 最后犹太人的结论是 他是鬼王派来赶鬼的 他不断传天国的福音 结果犹太人说他是鬼王 他的国是鬼国 在他一切的善意都表达完了之后 耶稣讲了一个秘密 他说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信的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善良纯洁 在你耐心解释之后 在你医治他的病之后 他就感恩戴德地崇拜耶稣 不是的 他们不信 这是你改变不了的事实 听这个故事 听这个比喻 之后呢 你就不要生这些不信人的气 他们不信 不是因为撒种的人 不撒在他们身上 而是有其他原因的 他们是堕落的 是全然堕落的 这些 第一个你从马太福音的上下文 可以看到大概是这个 他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就讲这个比喻 然后免得你们听懂 对吧 那就完了 真的马太福音没有人听懂了 如果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这么前面就讲这个比喻 然后讲完不解释 免得你们听懂 恐怕你们听懂 那太过分 那真的太过分 但在犹太人正式拒绝他之后 称他为鬼王之后 耶稣说 算了 我跟你讲比喻 免得你听懂 这个地方你就稍微能接受一点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 霸道式的一个 耶稣不讲道理 好像就 给人这个 免得人听懂 这是第一个 从上下文 大家可以看出来 第二个呢 我从罗马书给你看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上帝所拣选的 并不是在两个好的东西 先选一个 丢另一个 而是在两个垃圾中间 挑一个垃圾 洗干净后 重新整修 给他自己用 罗马书九章十节 保罗讲的这个预定论的故事 他说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加 就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运 这个twin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应要显明 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造人的主 上帝就对利百加说 将来 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这样我们可以 可说什么呢 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算不没有 我们常觉得有啊 不公平 上帝怎么可以直选雅各 怎么只可以爱雅各 不爱以扫 但你要看到 那整个故事的 来容许脉 context 雅各是一个失败的人 他是真正做人失败的人 他完全没有朋友 他是宅在家里 给妈妈煮汤的妈宝 你再慢慢想象这个人 他是躺平男中间的躺平男 不务正业 奸诈狡猾 哥哥这个时候 已经娶了两个老婆了 继承了家里的生意 老爸把生意都给他了 这个儿子还是挺能干的 把以扫 都交给以扫 以扫经营的有生有色 你看以扫后期 其实很有钱的 他并没有把他家里生意搞砸 这个儿子不错 以扫这个儿子不错的 老爸选对人把生意给他的 二十年后 以扫带了一大批的钱财 以扫不是穷人 他真的是不错一个人 雅各是77岁才离开家 77岁 OK 那个时候人活到140岁左右 他算是个中年男人 对吧 中年妈宝 中年躺平男 以今天的岁数就是 40岁还住在他妈妈家的basement 打电动 这个是雅各 OK 这个是雅各 Just have to be very clear 他逃出去的时候 哥哥要杀他的时候 他睡路边 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连一个去挣饭的朋友都没有 那这个人有多可怜你知道吗 He has no friends 跑路在外靠朋友 他居然就睡路边 他在外没朋友 这个人的奸诈狡猾 在村里早就有名了 谁都不要跟他当朋友 No friends 这个根本就没有人爱 只有妈妈爱 英文叫做 Only the mother can love 只有他妈爱他 真的没有人爱他这个人 只有他妈爱他而已 连爸爸哥哥都不爱的垃圾男 你知道他在篮球场上打球 都没有人跟他一对 因为打球的时候 当场要打球的时候就会分 对吧 你两个就 都没有人要挑我 因为他拿到球 从来不传球的那个家伙 叫做麦鱼男 Selfish man He has no friends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你不要以为上帝在 两个好男人中间 我选雅各 不要一扫 No 他选雅各是 没人爱的 上帝说我爱他 你们反正也不要他 我要 给我 我跟他打球 I'll play with him 我当他朋友 他爸不爱他 我做他爸 有没有不公平 没有啊 这怎么会不公平 这是没有人要的垃圾 我去垃圾堆里捡一个垃圾 有不公平吗 你们都不要 他根本就没有朋友 有没有不公平 捡垃圾公不公平 你能不能去 去那个给那个死荒男 骂他 你捡这个不公平 你那个通通都要给我捡 能不能 这是公平的原则吗 这跟公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怜悯雅各 他就是爱雅各 以色列人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要耶稣 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 法利塞人 撒度该人 领袖 不要耶稣 穷人来 耶稣爱他们 病人来 耶稣遗止他们 妓女来 税吏来 耶稣接纳他们 和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跪在耶稣面前 爱他 感谢他 麻风病人被医好了 回来送赞他 瞎眼地被得医治 跪在他面前 敬拜他 耶稣说 我跟你说一个比喻 有一天 有个人出去撒种 他撒呀撒呀 说你要听我的故事 Listen to my story 有的人是不要的 有的人却长出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预定论 不是一个霸道的君王 随意挑选他所喜爱的 不是这个预定论 预定论是一个爱的君王 来到这个世上 地上收垃圾 收我这个垃圾 他把我心里的荆棘 石头都除掉 然后耐心地在我身上 培育我 最后收成 这是预定论 这是预定论的核心 他爱我 我并不配 让他选择我 这预定论的问题 其实问的是 为什么主要选我 这个没人爱的 这是预定论 真正的问题 它是我明白了我的罪 主却爱我 我发现我讲了半天 结果什么也没讲 这个故事 这个比喻中的比喻 我发现我再讲 也不过是锦上添花 画舌添足 我少讲也不会影响 他的柔美 你会去再读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唯一的 moral of the story is to listen to listen 你会去再听一次这个故事 你会去再想这个故事 我的责任就是 站旁边一点 免得挡路 你们看不到这个故事而已 我给你指出了一些 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的 几个重点 你去感受这个故事 你去思想这个故事 你去明白这个故事 万有可听的 都应当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 来承认 祝我们被称为好土 其实我们并不好 只是你在我们身上 做了许多的工作 最后把种子撒在我们身上 祝我们今天在做 有许多不一样的土 孩子也看不清楚 谁是谁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求你自己动那善工 你能除荆棘 你能除石头 我们人不能 这个不是人手所做的工作 你能撒种 一夜是唯一那位 是种子发苗成长 是生命的上帝 祝你要我们听 祝你要我们思想 祝我们在这个听的过程里头 我们的信心慢慢地增长 谢谢我们 没有办法真正地 彻底明白预定论 但主 你让我们 先享受这个预定 你给我们的爱 如果我们就是那个雅各 我们常以为我们是受欢迎的 但我们其实是那个罪人 谢谢你 挑了我们 拥选了我们 求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动那善工 保守我们 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 高高峰耶稣 无能力 阿们 给我们 感谢观看